维持在西南伦敦松科地段的新款 Strending Place 是我们这个YouTube频道 过去9个月成交量最高的一个伦敦新款 到底有什么因素吸引那么多香港买家入手自用呢? 另外最近这个楼盘卖成怎样呢? 一房和两房单位市场上有什么可以选择? 今天这条影片我们简单和大家review一下 我们今天讲一下西南伦敦Strending Place 这个项目就相当经典 今年头9个月我们收的查询量 总查询量来说最多的一个伦敦新盘 亦都是我们今年年初以来 成交量最高的一个伦敦新盘 地盘位置就在画面大概 我现在按摩圈着这个位置 在楼盘旁边这边就是Teslu Extra超市 地理位置来说大概现在我们画面所见的 刚才所说Teslu Extra超市就在楼盘西面位置 整个project来说总共就有七栋大楼 较早前开卖的这栋一号 Booker Apartment 基本上里面剩下的单位已经不多了 最近发展商就开卖了第二栋大楼 Wilkinson Apartment 之前我们也有曾经出过视频 讲过这栋大楼 适逅暑假之后多了香港买家出来看一些自用物业 最近这个楼盘多了朋友问我们 有什么单位可以选择? 所以我们今天这条片特意准备给大家 第一栋和第二栋大楼 如果我入手一些一房和两房单位 到底有什么选择? 因为这个楼盘我们之前也曾经出过不少视频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看Sterning Place这个project 从来没看过 建议大家如果真的看了这条片之后 click我们较早前出的这条视频 有整个楼盘的一些细节的介绍 Sterning Place这个楼盘前印银纸厂的风水堡地 吸引香港买家入手 我们总结有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是校网 方圆1.7公里有20间Good to Outstanding的中小学 另外如果根据伦敦警局的资料显示 过去一年Merton这个行政区 它的治安排名在32个行政区排名第五 第三个点是地段 Sterning Place这个楼盘附近都是一些贵价邻居 不弱而同都是我们香港人比较喜欢的地段 分别是Kingston,Richmond,Wimbledon,Sutton 楼盘在这几个位置的中间 而今天这个地盘位置更加是属于 在Merton这个行政区里面 有小韩国之称的New Molden 相当多韩国人聚居 如果大家比较喜欢一些亚洲食品 韩国食品 在我们的楼盘大概在西面位置 High Street那边相当多的韩国铺铛 韩国超市可以给大家选择 而最后就是说这个楼盘的楼价和管理费 一房至两房单位 现时市场价是买40-50万英镑 而管理费水平更加是我们暂时见 伦敦松科地段的楼盘来说管理费最便宜 甚至乎给我们看开的北部城市 Manchester那边或者中西部城市 Bermingham那边的一些新盘的管理费 更加之便宜 大家不要忘记这里是属于西南伦敦松科地段 所以吸引到很多追求性价比的买家 就要入手这个楼盘 看回政府资料显示 其实Merton这个行政区 主要的人口都是白人为主 佔了这个地段60% 其次就是亚洲人 刚才提过亚裔人士这边比较多 尤其是韩国人这边 所占的比重是18.6% 相对比较少就是黑人 大概是10% 刚才我们也提过 Merton这个行政区 如果过去一年来说 它的治安排名就属于 32个行政区排第五 虽然没有我们较早前说 就伦敦松5楼盘 Eastman Village 为处哈罗那个这么高 Merton这个行政区 它的治安排名 跟我们上面的这些行政区 都大家熟口熟面 Kingston, Sutton, Richmond 大家的治安排名 都是头五甲位置 变相为什么会吸引到这么多香港人 确实有原因 今天我们主要集中 就讲这两栋大楼 Bookside和Wilkinson 这两栋大楼 左边这栋较早前已经开卖 卖了一段时间 可以选择的单位就不多了 如果要选择一些漂亮的单位 Wilkinson这栋就相对比较多 再看此银针方向 北边就是这一边 这两栋大楼 我们一直以来收的查证 通常进来的朋友 都会第一句问 有什么单位向着超市 即是向西这边 相当多朋友喜欢 买的单位向着西边这边 为什么喜欢向西呢 地盘位置就是这里 Bookside Apartment和Wilkinson Apartment 大概是这个位置 望向西边这边 如果再过来看一看 大概就能看到 New Modern这边位置 整个区来说 因为房子都比较矮 望过去基本上就相当开阳 而且因为这边向正西 下午来说 就有太阳闪屋 相对就比较暖的 因为始终英国是北半球地方 温度就不像香港 香港亚热大地方 你买向西 可能去到晚上八九点 你摸下去那部银石墙 都还是暖的 比较多的朋友 想个单位光猛一些 比较暖一些 通常都是买在这个方向的 而且超市的高度 大概围到我们是两楼高左右左右 所以买向这边方向的朋友 也想要一些一目无际景观 大部分朋友都会选择向西 或者我们先看看 一座大楼 之后再看二座大楼 看看现时市场上的货 卖成什么 还有有什么单位我们可以选择 先看一座大楼 Bookster Apartment 看看开绩 北边位置就向上面 刚才所说的 西边位置就是左手边这排 这些单位全部都是向西 单位怎样看呢 一房单位是黄色 橙色是两房单位 三房是粉红色 另外高楼层灰色是特色单位 个别有些已经开卖了 看看现时最更新的价单 我们给大家看看 一房单位还有什么选择 整栋大楼来说 黄色这些一房单位 七楼以下单位已经全部卖了 八楼以上的一房单位 我们看看价单 卖剩下五间 分别是八楼的六十七号室 九楼的话是Prop76 还有78 最后就剩下两间特色单位 分别是十楼的Prop83 我现在圈着灰色这间 还有十一楼的Prop89 如果是深水清的朋友 我想你都知道了 剩下这五个单位 是唯独只剩下这间 Prop89 望向西边位置这边 是望到Task Rule Extra超市 Prop89那间就是我们画面所见的 这只开迹来的 位置在11楼 属于一个高楼层单位 在Fallplan来说 最左下角这一间 整间屋形来说 尚算相当之适正 睡房 客饭厅 尤其是客饭厅这边 就分得比较明显的 实用性都算是几高 那尺数来说 就十尺 围到547尺 整个单位来说 你说唯一我自己觉得 有少少瑕疵 就是个露台 露台为止这边 如果它开在向西这一边 我觉得这个单位 应该一早就卖走了 那开向南这边有些什么问题 一会儿开个模型出来 和大家看看 这间11楼的Prop89室 实用面积是547尺 现时市场价卖467500英镑 刚才提过 向西这边位置 就看向Tesco Extra超市那边 这间Prop89 我自己觉得 唯一比较美中不足 就是刚才所说的露台位置这边 向南这边 其实就会看到 旁边这栋Vilkinson Apartment 一会儿我们会说的那栋大楼 可以在向西这边朝向 看过来这边 那个Vilk会漂亮很多 所以也解释到 为什么这个单位还留在这里 另外还有一间10楼的特色单位 位置就在整个积极 最右下角这个 那你见价钱上都不是便宜 去到接近49万英镑 原因我自己估计 由于它是属于一间大一房 656尺 下面这排就向东 主要这边就向内缘位置 所以变成了这个单位 虽然我们叫做Standard一房单位 但你见除了一个Backroom之外 旁边还有一个Study Room 一间书房 这就算是第二间的特色一房单位 Tesl Extra超市就在这边 刚刚所说的那间一房 Prot 83那间就是这一间 对出这边还有一个平台 算是一个入职 83这间的私人平台 Prot 83这间主要是望来源位置 跟刚才超市就完全相反 由于这个单位就十楼高 隔离这两栋Future Phase 一栋就是七楼高 一栋八楼高 基本上我们这个楼层 都可以望穿对面 除了望来源之外 远望的话 还可以望到对出的一些景观 朝向来说就是东边 刚刚我们看了Boxer Apartment的一房单位 银码上大概是$467,000到$489,000 大家记住这个数 一会儿我们看了Boxer Apartment 看了他的一房单位 在卖多少钱 可以直接跟大家比较一下 同一个project 不同大楼的一房单位 会不会有分别 另外两房单位来说 我现在看价单 就剩下10间多一点 三楼以上的单位 我们跟大家review一下 我见大部分的两房单位 剩下哪一只开职呢 就是这一只 分别就比如prop23 另外有5楼的prop41 7楼的prop59 8楼的prop68 9楼的prop77 这只两房我们见 选择的朋友相对比较少 也就是看一个SitePlan 大概那间两房 就望向下面来源 你如果相对向北边位置 或者西边位置 这两边来说 景观就会开用很多 尤其是向西边这边 就会比较抢手 另外两房单位的话 可能你会问哪间最受欢迎 我们或者拿个5楼做一个例子 最受欢迎就是左上角这一间 prop45这一只开职 还有右上角这一间 原因是因为这两间都是属于大单边 两边窗 我看现在价单来说 整栋大楼是卖剩最后一间的大单边 到底是哪间呢 就是level1这一间 prop9号这一间 prop9那间 就是现在我们画面所见 圈着这一间 所以大家明白为何 就剩下这一间 因为这间最低层 另外prop9以上的这些单位 基本上全卖了 另外那边角 另外那边大单边 这一群都全部卖了 所以你说去到2025第四季 交楼那时才走上去看 可能剩下的单位 就向内缘的一些低层单位 高层开洋那些 一早被人选了 看回现在两房 剩下十几间 十几间里面 选不选择到东西呢 我就有点意外 有两间我觉得位置都不错的 竟然还没卖走 到底是哪两间呢 其实分别是level9的prop73 和5楼的prop37 这两间的位置 虽然是向北 但是它看出去的view 是相当开洋的 看着刚才我们北边 球场那边位置方向 完全是没有遮挡的 所以我自己个人都有点意外 都还没卖走 向着这个位置 基本上看出去 都是完全没有遮挡的 另外如果大家真的想买 第一栋大楼而是向超市 我看价单里面来说 还有最后一间 较早前应该是卖了 我看就重新release 翻出来 就是三楼的prop25 这间看出去的方向向着正西为止 想买向望超市那边 只剩下这间prop25 两房我就看了prop73 9楼这间 和三楼的prop25 看看开绩价钱是多少 先看高层prop73 9楼这间 开绩来说 属于现在我们画面所见的这一只 由二楼一路到九楼都有这只开绩 一进门口就有两间房 左边是bathroom在这一边 分别是吐槍和standard的bathroom 右手边这边是客饭厅open kitchen 这个单位的朝向完全是向北的 没有其他的朝向了 主要是向北边位置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所说的球场那边的方向 这间就九楼的prop73号室 售面积837尺 现时市场价在卖591500英镑 本月发展商也会有个special discount 包括刚才的一房单位 特别折扣后的价钱 折扣后就大概56万镑出头 大家记住这个数 一会我们看第二栋大楼 wilkinson 一些两房单位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价钱 露台位置这边看出去 刚才所说的 看着球场北边位置方向 座向来说 未必每个人喜欢向北 但是这个view 如果以屋苑来说 老实说是算挺漂亮的 因为基本上下面这边 学校球场位置 理论上 我估计景应该都相当稳定的 而附近这些屋子也相对比较矮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景观就完全是没什么威胁的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些一望无际景观 之前我们也提过 除非你买向一些 屋苑对出的一些方向 不是买向来源 或者买一些极高层单位 这些view相对比较稳定的 而且我们现在所见的这个楼层 其实就不是九楼 因为你见书境跟我们很近 我估计这个大概是四至五楼高 九楼来说 应该感觉上会比较再好一点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些一望无际景观 我建议不妨可以想想这家 价钱上来说相对会比较贵一点 因为它这家始终不仅是九楼单位 买得越高相对价钱也会稍为高一点 致用朋友可能会比较适合 最后我们看三楼的PROP25 开迹来说就是这家画面所见的这一只 楼层来说就是最左下角这家 大家不要误会这家不是大单边 这边是没有窗的 朝向来说就向正西为止 开迹来说算是都相当是正的 左手边这排窗和露台位置向出这边 就是望向TESCRO EXTRA超市 看回这家三楼的PROP25室 细用面积828尺 另外配一个76尺的露台 现时市场价在卖着52万8500英镑 如果根据发展商今个月的special discount 这个单位就刚刚好折扣后50万磅出头 50万磅多一点点 如果以两房单位来说 送货位置算是一个比较易入口的价钱 看回Google Map 如果这个单位我们要入手三楼这家有什么注意呢 大概的位置我估计就现在在这只角这个位置 基本上它是仅仅高过TESCRO EXTRA超市 没办法的因为迟买 早买的话就可以选到一些高层单位 如果你说这三楼这家看出去 Viu来说当然就没可能五六七八楼这么漂亮 如果你说整张价单两房单位 我就觉得刚才所说的PROP73 或者这家三楼的PROP25 这两家稍微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刚刚看完Bookside Apartment 看完就是Wilkinson这一栋 看回开极来说 现时开卖的楼层就一字九楼 一房单位的话 比刚才那栋Bookside Apartment会好一点 因为刚才那栋Bookside Apartment 大部分是向内缘的 如果以这栋大楼来说 可以看到TESCRO EXTRA超市 即是向西那边 每个楼层就是上面这一间 这几间就全部是望向西边的 以五楼为例 露台位置就望向西边这边位置 这间向西的单位 相比另外这两间主要是向内缘的 这间我估计卖得应该会比较快一点 受欢迎程度应该会比较高一点 一会儿我们讲一房的时候 会开极给大家看一看 现时来说这只开极的一房单位 我看回从上面数下来 8楼这间Prop 163已经卖了 7楼这间Prop 157还在 一会儿我们拿这间给大家看一看 另外6楼的148和5楼的139还在 3楼以下这些我们暂时不看 我们会拿这间Prop 157给大家看一看 Prop 157就是我们所见的画面右手边这间 从2楼开始到8楼都是这只开极的 我们现在就看157这间 在整个楼层刚才我们所说的 就是最上面这间 露台位置看出来就向西 如果以上一栋大楼 Brop 16 apartment Standard一房是可以看到西边 即超市那一边其实只有两间 除了特色单位 这个Standard一房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 除了可以远望到西边无敌景之外 实用性和价钱方面我觉得都是在三间一房里 性价比最高的 一会儿跟大家看看3D立体图就知道了 门口位置这边进来 一个短haul 右边是store room 其实基本上进入门口转左之后 客厅、饭厅加上open kitchen 很归一 厨房旁边还有一个utinity 这只开极有一个好处 对于一些比较传统的长者们 有些就不太喜欢 一进门口 那个走廊直冲房门 这只就完全避开了 而另外房间位置 床尾这个位置 和露台 刚才提过 都是向西的 这间7楼的Brop 157号室 实用面积625呎 算是一间大一房 另外再加一个45呎的露台 现时市场价卖42万英镑 这个单位如果根据发展商的special discount 限时优惠 折扣后不用40万英镑 三字头而已 39万多 可以入手这间高层一房向西 无敌view 好 带大家进来看看 门口位置进来 刚才提过 进门口右手边这边 就是storeroom 走进几步就已经见到客饭厅 相当之市正 整间屋来说 唯一的短走廊就是这个位 所以实用性相当之高 再走进一点 转过来后面这边 就刚才我们所说 制成一个open kitchen 这只open kitchen 坦白说 你说很多的单位 就算我们甚至买到两房 其实如果你买一些小两房单位 效果都未必做到这只open kitchen 完全L位制成一个 旁边这边就是utinity 另外厨房这边转过来 这边就是浴室位置 走过来客厅这边看看 如果一放单位来说 这个客饭厅我自己觉得 相当之阔落 厨房也是自成一角 后面这边就是房间位置 或者我们直接走到露台 跟大家出去看看 走到露台位置这边 就可以直望到外面的远景 不过我看图 应该是有点更正的 正常地这个单位 应该是看不到球场 因为刚才大家有看过 都知道球场这边是向北的 理论上就望向西边这边 Tesla Extra超市就是这边 应该就将这个外面的景 向右手边移一移 我们应该是直望这个位置 所以大家这边纯粹做个参考 大概感受一下那个view 当然我们的单位 直望超市这边 都不会有任何遮挡 景观上跟刚才我们所看的 两房单位的向西 基本上这个一房单位都是一样的 直望超市这边 而刚刚我们所看的3D立体图 它大概就转了过来这边 如果你说以反坐向来说 向正西应该是这边 大家注意一下 另外如果我们看价单 刚才我们所看的那间157单位 为什么这间抵买呢 因为刚才我们计过 那个折扣后价钱 不用40万英镑 而说的细用面积是625尺 而另外我们看同层151这间 细用面积是562尺 细了足足63尺 反而它的标价还要贵多25000英镑 我估计最大原因是因为这间有两边窗 属于单边的一房 不过因为它的view主要向东边 内缘位置 如果大家需要刚才157那一只的视觉效果 151这个就做不到 主要是看同一个屋园 刚才我们所说的对面的大楼 和下面的内缘位置那一边 所以就看过下 如果你想要一望无际景 性价比平均赤价比较低 就157这一间 否则就要大单边看内缘 可以想这一间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一点 看过这条片也可以接触我们 另外如果看完两房单位 刚才的环节 我想大家都估计到 最受欢迎的单位 一定是大单边 兼且单位向小的 如果要同时两个条件成立 其实整个楼盘来说 只有一个单位 只有一间两房单位是可以做到的 分别在每一个楼层 左下角这一间 这间就是大单边 两边窗 既可以看到test rule extra超市 也是大单边 如果看回价单来说 我见到就剩下Level 2这间 Prop 109 还是available的 其他我见到 暂时价单上 要不就已经被reserve了 要不就已经消失了 待会我们都会抽这间 Prop 109跟大家看看 虽然它是二楼 但我觉得都值得可以看看 而其次我估计 第二受欢迎的单位 都是望向西边这边 我见到价单上 就有一间 Prop 156和155 这两间 最后我们另类一点 可以选一间向内缘的单位 向内缘的话 我都会选7楼 Prop 158这一间 同层 一会我们这三间都会看完 或者我们由低层开始看起 就Level 2这间 Prop 109 大单边单位 Prop 109 就是我们画面所见 左手边这一间 整栋大楼 极少数又是向西 又是大单边 只有这只开直 楼层来说 就由二楼开始一路上到九楼都有 暂时我见价单 Affailable 只剩下这间 Prop 109这间 开直上都是混合 Bowlondon一贯作风 即是事事正正 入门口这边有条走廊 经过了两间房 Utinity之后 Affailable open kitchen 就开在最下面这边 之前入手这个单位的买家 我们见到 我想都大家猜到 原因是因为它在大单边 两边窗 下面这边就向南 露台都是向南 另外左手边这排窗 就全部向西 变相比较吸引 一些买家 喜欢这间房子 比较光芒 大单边两边窗 露台还要向南 所以就会选择这一间 看这间二楼的 Prop 109号室 瘦面积864呎 另外再配一个64呎露台 现时市场价价 532,000英镑 如果发展商 今个月special discount 我见截实后的价钱 50万磅出头 51万都不用 如果大家对于 这只大单边感兴趣 可能要搜快一点 因为我见整栋大楼 现在价单Affailable 就只剩下这间 看回发展商资料显示 刚刚所说的那间 Prop 109 就是我画面圈着这间 露台这边就南边 另外西边这边 就望向超市那边的方向 所以如果喜欢低层的朋友 也都要大单边 special discount 做到今个月月尾 如果大家喜欢 就两边窗 也不需要买太高 50万磅出头 我觉得都不妨可以想想这间 Prop 109这间 另外我们快速地 看7楼 一次过看三间 分别是Prop 155 156和158 这两间主要向西 158就向东 先看155和156 这两个单位 其实实用面积 只差一尺 155这间 是紧紧大一尺 156这间小一尺 如果这两个单位 让我选择 我想我应该会选Prop 155这间 为什么呢 一会开个floor plan 和大家讲一讲 而这两个单位的价钱 完全一样 或者我们听一间155 和大家看看 Prop 155 就是我们画面所见 右手边这间 灰色这间 旁边这间就是Prop 156 基本上那个间隔 我看过的开计都是一样的 也都是入门口 有条短走廊 区分了两间房 和客饭 听Open Kitchen 露台位置这边 两间都是向西的 唯一的分别 155和156 就是露台这边既是向西 这个就是向西南的 而这个露台就是向西北的 两间被我选的话 我想我应该会选这一间 还有受欢迎程度我估计 西南这间应该会比较多 朋友去看 那看回发展商现在最新的价钱 这间7楼的Prop 155号室 刚刚发展商放出来 屋内实用面积827尺 另外再配一个64尺的露台 现时市场价 卖着53万7千英镑 那也都一样 根据这个月的special discount之后 这个单位 捷实后的价钱 就大概是51万英镑左右这些价钱 所以我想就看看大家喜欢高层 高层就没有大单边 刚才二楼的间就低层 而是有大单边 那看回国客喜欢哪间 那座向来说 望向西边 Tesle Extra超市那边的方向 这两间算是高层 暂时剩下的向西单位 其他我看就向西位置的单位 如果这两间买了之后 就剩下二楼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向西边 要一望无际景观 加上要两房单位 市场上这两间 我看就暂时是唯一选择的了 另外我们看完这两间之后 看了Prop 158 向东边位置 Prop 158 就现在我们画面所见的这一间 开积都是很市井的 它的流程来说 由二楼到九楼 都有这只开积的 我们就看七楼 就告诉你 主要是望来园景的 这个厅跟刚才我们看的那间 Prop 155有一个分别 刚才那间相对 就广度没有这个那么广 但是比这个长 这个就相对广一点 但是厅相对短一点 其实这个单位的 一会儿我们会开个3D立体图 给大家看看 那这间七楼的Prop 158 浩室 小面积769尺 另外再配一个64尺的露台 现时市场价 就卖着51万9千英镑 那如果以高层的两房单位 我看见手头上的货 这间的入场门栏是最低的 折扣前51万9千 如果special discount之后 这个单位竟然是50万英镑 都不用了 49万多就可以入手了 限时尤为做到今个月月尾 而我们刚刚所说 那间Prop 158号室 就是我画面圈着的这间 主要朝向就看着下面来源这一边 开个3D立体图 给大家看看这个单位里面的开迹 还有如果站在露台 看出去的感觉大致上是怎样 门口位置在这边 一进门口 右手边这边是Bathroom 我可以进去Bathroom这边看一看 之前我们都提过很多次 如果大家打算入手Bathroom的楼盘 经我们入手的买家 我们会跟他 跟发展商申请 Free Upgrade 那就会有这个镜柜 如果正常地 没有做Upgrade 交楼标准 这个位置是白书书的 不会有镜柜在这里 所以大家要留意 如果需要到时找我们帮忙 下Reservation的时候 我们会跟你做一个Free Upgrade 另外浴室设备 交楼标准跟我们画面所见 大致上一样的 当然 场上这些小摆设是不会有的 我出走廊 再进去主人套房这里看一看 房间位置就下面 这些地板是铺占的 交楼标准都不会有这些傢俱的 纯粹就是四面墙 加上一个衣柜的 看看主人套翅这边 主人套翅这边 跟刚才我们所说的Bathroom那边也一样 不过 套翅这边就不是镜柜的 真实做Free Upgrade的时候 这个是一块镜 曾经也试过有业主不想要一块镜 想要镜柜是可以的 不过这个就没办法了 业主到时就真的需要加少钱 upgrade到镜柜 有兴趣的朋友 看这条片可以找我们查询的 主人套房这边 里面这边就不是浴缸 这个就是棋缸 主人房这边看出去 主要看内园景这边 一会我们走出去露台 跟大家去看看 另外就是第二间睡房 我们就不进去了 直接走过来吃饭 听Open Kitchen这边 包伦敦的楼 为什么这么受香港买家欢迎呢 我想大家看这个3D立体图 都看得出了 原因就是两个字 市政 基本上你看到 整间楼真的是方方正正的 摆家具都好摆很多 左手边这边就是Open Kitchen L型的Open Kitchen 膠楼标准 这些厨房设备 举例如炉头电器 隐藏式雪柜 这些全部已经设置好了 这些我所谓做实了的傢俱 发展商交流标准 已经是包了 另外就没有包的傢俱 大部分我们画面所见的 这些都是没有包的 两只手秤得起的傢俱 包括这些食饭桌 桌椅这些全部都没有包的 或者我们经过客厅 看看露台外面的位置是怎么样 其实一走出去露台 我想大家都感受到的了 主要就望向下面来源位置 和对面Future Face 如果大家是喜欢看下面来源花圆景 这个单位其实我觉得 都不妨可以想一想 因为毕竟买到七楼 对面这两栋大楼 分别是七至八楼高 而且因为我们这个座向 望出去就望向正东 上午来说就会有太阳晒的屋 所以这个单位也有好处 有兴趣买来源单位 高层 再加上价钱 设实后49万多 买到西南伦敦松科 我觉得性价比相当高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想想这一家 PROCK158豪室 最后我们用几分钟 和大家补充这个楼盘基本资料 和之前我们看第一栋 的Bookset Apartment一样 999年中任年期 新楼来说现在没有Grand Range PaperCoin 一开始我们也提过 这个楼盘性价比相当高 管理费2.8英镑一尺一年 我打个譬如 假如你入手88尺单位 88乘2.8 除了12个月 一个月的管理费 大概187英镑 2000港元也不用 算是相当之便宜的 如果在伦敦松科地段来说 另外如果大家要入手车位的话 要留意 两房华以上单位 才可以买车位 车位来说 35000英镑一个 Ride to Park 车洗了进去停车场 有吉位就可以了 现时来说 大部分伦敦楼盘都是这种安排的 看好单位怎么做 很简单 经过我们入手买家 看回国客 给英镑方便还是港币 Resolution fee 直接Pay给发展商 到时我们会给你一个银行户口 Pay给发展商之后 单位就正式如留给你了 未来大概一个月时间就走法律流程 完成了之后 到时就会 业主就需要支付一成首期 经理的代表律师给发展商 如果大家是想问一些 识广东话的英国律师 我们到时也可以转介 做开这个楼盘 夹开这个楼盘的律师楼 完成了法律流程 给了首期 交换了合约之后 之前我们所给的两千英镑 或者两万元港币 大概Refune在一个月之内 就会退回给你了 到时我们会问国贺 拿回相关的银行户口号码 发展商就直接会Pay给你了 余下九成美数 最快去到交楼年期 2025的第四季 至2026的第一季 到时就准备了余下九成美数 亦都是经律师楼给发展商 到时 Stamp Duty 都是跟着这个美数 一拼经律师楼去缴付 再三提 发展商Bava London 在这个月月尾之前 个别的一些新盘 都是会有一个 我们叫Special Discount 至于这个详情优惠 如果大家想索取楼书价单 看下这条片 亦都在WhatsApp 我们是56269151 记得尽快找我们登记 领取这个优惠 过了九月就没有Special Discount 大家留意 今天这条影片 分享大战上差不多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